今天我就來介紹這台技嘉 Aero 15 OLED 嗨大家好我是攝影師Jazz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技嘉全新的 Aero 15 OLED 的使用心得 首先呢還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款Aero 15 OLED 的規格 它的CPU是第11代的i7 Core 11800H 螢幕的話是15.6吋窄邊框 然後是三星的AMOLED 它的RAM是DDR4 3200 32GB 16GB 16GB 那它的雙插槽最高可以支援到64GB 再來就是它的獨立顯卡的部分是用NVIDIA GeForce RTX 3070 GDDR6 8G 那儲存的部分是用M.2 PCIe 1TB SSD 額外還可以再有一個槽 讓你再加入一個M.2 SSD 那這次我們來講一下連接部的部分 那這次技嘉它也算是真的給好給滿喔 在筆電的右側呢 USB 3.2 然後一個Type-C SD高速讀卡機 它是UHS二代的 再一個電源插孔 那在它的左側部分呢 前面就是一個RJ45網路孔 還有一個麥克風跟耳機的複合式插孔 還有一個USB的3.2插孔 再來就是Mini DisplayPort 1.4 還有一個HDMI 2.1插孔 那詳細的規格部分的話呢 我相信在Mobile Line或者網路上面 一定有很多很厲害的大神 有一些像燒機的測試 那我的部分的話呢 我應該就是沒有辦法到那麼專業 所以我就針對這台電腦 在我攝影工作上帶來的體驗 還有感受來做分享 首先呢 我的工作是拍攝婚紗和婚禮的攝影師 閒暇之餘 我也會拍一些玩具公仔的攝影作品 那有的時候我也會需要用到 在攝影棚用連機拍攝的方式 直接把照片顯示在螢幕上面 電腦上面給客人選圖 或者是給客人確認用的 那有時候我也會需要到海外 去拍攝婚紗工作 所以輕便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但我又非常要求效能 因為我希望我的效能 不要只是說不差這樣子 我希望效能要很好 因為我至少希望在調Lightroom 或Photoshop這樣的軟體的時候 不要有lag的感覺 然後偶爾我也會想要在休閒的時候 玩一下3A級的遊戲大作這樣子 其實我對規格算是有一點點要求的人 那像是我之前在購買儀電的時候 其實我會想要要求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螢幕一定要廣色域 然後螢幕也要準 顏色要準 再來的話呢 就是CPU一定要是i7等級 至少要i7等級的CPU 那顯卡的話呢 它至少要是能夠跑遊戲 3A級大作的遊戲 能夠順跑這樣 因為其實我不太可能 就跑到人家店裡面 去拿人家筆電去灌Photoshop 或者灌個Lightroom 然後讓我導入幾張照片之後 再去調色 調色再導出來 看看它的效能怎麼樣 所以其實用遊戲去看評分的話 對我在挑選上會比較有幫助 那我會蠻要求顯卡也要夠快 它才能夠幫助Photoshop和Lightroom硬體加速 還有就是要有豐富的I.O 因為我不想要在外出拍攝的時候 還要再帶了一大堆的讀卡機 或者是外界硬碟要使用它的連接布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散熱一定要好 因為這樣效能才不會打折扣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電池的容量一定要大 因為我希望我在能夠像搭高鐵啦 或者在搭飛機的時候 在沒有插座的情況下 還能夠至少正常修圖調色 要撐過一個小時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希望我的這台機器呢 還要能夠不要太重 要輕又要薄 但就在三年前 我看到技嘉出了一台AERO 15 然後它也是符合了我要求的東西了 第一個當然它有一個第八代的i7 CPU 然後它又能夠又強 但是又輕 就是這一台 這一台其實我也已經用了三年了 然後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是第八代的i7 是六核心的 然後它的顯卡是 1070GTS 1070 所以用的蠻順的 到現在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只是後來我又再買了一台AERO 15P 對一樣又是技嘉出的 對 他們東西蠻屌的 那這一台的話呢 它是用來取代我的桌機的 因為它其實比較厚啦 那它散熱也會比較好 那它的話就是後來 我大概在今年2月初的時候買的 它是第十代的i7 所以它是八核心的i7 那裡面它的顯卡就是 RTX 3070了 對 回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這一台全新的AERO 然後第十一代的i7 那它也是就是八核心的CPU 然後它的顯卡一樣也是搭載了RTX 3070 對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它這一台螢幕是4K 然後是三星的AMOLED 然後它也一樣在每一台 像我剛剛講的那兩台筆電 都是有Pantone校色的 所以它的面板螢幕顏色 我們就比較不會擔心它有誤差值了 那之前我三年前買那一台 它的Delta 1是小於3 就是它誤差值越低越好 那這一台的話呢 它的誤差值是小於1的喔 所以它的顏色幾乎沒有太多的誤差問題了 好再來講的就是這一次的RTX 3070的顯卡了 其實啊說真的這個顯卡 雖然說是我會想要玩遊戲沒錯啦 但是說真的在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這兩個軟體當中啊 它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早期他們吃的是CPU 但後來NVIDIA他們做的顯卡會支援硬體加速 所以你的顯卡越好 你在跑這些軟體的時候也會越順 尤其是當你在用那個覆蓋圖章啊 或者是內容感知 或者甚至你放大縮小 或者在這樣轉那個圖片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那種延遲感 會很順 你把那個顯卡的那個功能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很順 你把它關閉 然後只吃CPU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Lag的 但我就很討厭那種Lag的感覺 我一定要它很順 然後又很快這樣子 像這樣子啊 能夠一口氣直接開啟這個毫無節制的這個PSD檔 它裡面有三十幾層圖稱 然後同時又有900Mbps的容量 能夠快速開啟 這個速度就是我想要的速度了 不過啊 以效能為主訴求的電競筆電 效能強這件事情本來就很重要了 可是對我來說 顏色準確度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一台 很漂亮這台螢幕 它提供了100%的DCI-P3的黃色域 這同時也是業界唯一 主台通過X-Rite工廠校色 還有Pentone Validated雙認證的筆電 所以這完全不用擔心顏色會誤差這個問題了 不愧是為創作者而生的機器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它的螢幕這個邊框部分 它這台機器雖然是15吋的 但是由於技嘉是真的把這個螢幕邊框做到 超薄的3片片筆記在邊框 真的在一個接近14吋大小的筆電範圍裡面 塞進一個15.6吋的螢幕 這點也是影響到了它的鍵盤配置上面 不過這個問題啊 我認為是可以藉由一些方法來克服的 不是什麼很嚴重的問題啦 我們這個待會再來說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連接部的部分 它提供了這個很豐富的連接部 其中一個蠻特別的就是它的Type-C 其實是Thunderbolt 4的規格 所以它在實際我實測 從外接的SSD來傳輸這個話 它的速度可以1秒到800MB 這種速度看了就是爽 另外的話呢就是它的高速讀卡機的部分 它的這個高速讀卡機是高速的SD讀卡機 它的那個規格是UHS2代的 也就是它1秒理論值可以到300MB 那這個速度的話我相信對於每一個使用者來說 尤其像是錄影師啦 或是像攝影師來說 就會很方便了 你在檔案傳輸的時候速度就會很快了 而且啊它內建在機身 就會有個最大的好處是 你再也不用在外出拍攝的時候 還要再去每一次從那個相機裡面拔出記憶卡之後 還要再接一個讀卡機 然後再接上去 然後在這邊讀 就直接插它就有1秒300MB的速度了 而且你也可以從此不會再發生任何一個 你出去外面拍結果忘記帶讀卡機的這種窮境了啦 雖然我是沒發生過啦 但是沒有我還是先不要利Flag好了 這不會發生 對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好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它的螢幕輸出的部分 它有兩個輸出口 一個是HDMI 2.1 那另外一個就是Mini Display Core HDMI 2.1有畫的可以輸出4K 120p的畫面 對那這樣子有兩個畫面可以輸出的時候 你在拍攝像連機拍攝的時候啦 客戶也有在旁邊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很方便的 你自己一個螢幕可以看得到 同時客戶也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在使用上就會很方便很有彈性 那回到我們講到Type-C 它的Type-C接口是Thunderbolt 4的 那這個東西啊 因為它速度很快 傳輸速度很快啦 當我在連機拍攝的時候 因為它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你就可以從拍完照片的時候 相機會直接把檔案傳到這個電腦軟體上面 直接可以開始調色 那這樣的話做事才會有效率 也比較起勁 那說到效率啊 其實對自己的工作系統都很熟悉的攝影師 其實真的都會對自己的快捷鍵有很強烈的依賴 那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呢 那就是當我要去很快速的找到上下左右 Enter鍵或者Delete鍵等等這些快捷鍵的時候 好比說在Photoshop一定會設定出F1到F12的一些快捷鍵的時候 那就會真的蠻吃力的 那Aero有這個GIGABYTE Fusion 2.0的這個系統 它可以自訂每一顆按鍵的顏色還有亮度 好比說呢 我這個很常用的這個 我說的數字鍵這個東西 它就可以用藍色的 那到了上下左右鍵呢 就可以用紫色 用Enter鍵是橘色 然後Delete鍵用紅色 或者是Shift 放大鍵用黃色 那在網上面看 F12 F11 F10 F8 這些幾乎全部都是我在Photoshop裡面有自訂的功能 所以我把它設定成不同顏色 讓我能夠容易一看就能夠看到 這些東西都可以根據你個人的習慣或喜好去做設定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大大的增加你更快上手這個鍵盤了 那也可以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這個RGB的鍵盤啊 對我來說不是只是說看起來很炫 然後眼花撩亂這樣很漂亮 也不是 它其實真的有實際很關鍵的作用 所以好好善用這個功能 這個真的很方便很好用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觸控板的部分 那這個觸控板的話呢 它有一個指紋的辨識系統 你在一開始設定好之後 只要輕輕一碰 它就可以馬上登入了 其實還蠻準確的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散熱上 它這個散熱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 第一家設計的這個很像跑車這個 看起來蠻炫的這個大風口啊 它設計的這個散熱孔 然後加上後面還有一個老鷹展翅 很像大蛙背的吸風口 看了就很過癮啊 它那個散熱的效果真的是很棒 然後啊 他們的散熱銅片啊 就是全純銅的銅片 它散熱導熱的速度就會很快 那再來就是 它這個速度我實際在使用的時候啊 就是正常在轉檔燒CPU這種時候 它溫度的能夠維持在88到90左右之間 這個溫度 但同時 它的CPU效能還是可以維持在3.86 3.7左右 我覺得它這個溫度真的是壓得蠻好的 再來就是其實技嘉這個筆電系列一直以來 都為人詬病的一個那個筆孔視訊鏡頭 因為它的角度很奇特啊 它設計在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所以你其實在拍的時候 都會一直好像對著鼻孔啦 那我自己在真的跟公司的人開會的時候 我其實是把它墊的很高這樣拍的 那我真的要說的 當然我覺得其實你如果要好一點的畫面的話 對我來說啦 我可能還是會去買一個視訊鏡頭來用吧 但這種視訊功能我覺得最近疫情的情況下 會比較常用到啦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話 其實像我墊高 或者再買一個視訊鏡頭回來用 就可以了 但是大部分來說我覺得它是堪用的 那它為什麼要設計在這邊呢 我猜啦 有可能是因為它這個邊框是3mm很薄 它想要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有張力量 又要縮小體積 畫面又要很大 那我覺得這是它不得不的一個取捨 那關於這個視訊鏡頭啊 我還有一個蠻讚賞的點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蠻多筆電 它都沒有附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撥片 你看像這樣子 一般的話我們如果不用的時候 把這個撥片這樣子撥一下 你就不用怕被偷窺 或者你剛好忘記關鏡頭被看到啦 那你要用的時候就這樣子撥開就好了 不用的時候把它蓋起來 那這樣可以大大降低就是被 偷窺的這種機會啦 雖然我也不知道會被偷窺啦 但是總是心裡會比較安全啦 這比很多一些上面有視訊鏡頭 但是你沒有這個防灰片的時候 就只能貼一個很醜的那種便利 貼在你的鏡頭上面好多了 那再來啊 就是我買筆電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續航力 我希望這個電池當然是能夠越大越好啦 那像我要去海外拍攝的時候 或者是我可能要搭飛機 坐高鐵、坐火車、坐客運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蠻即興的 我很想要在拍完照之後 馬上就趕快處理照片 我想要看看那個效果 那個成果這樣 所以如果它能夠讓我在飛機啊 在各種交通工具上 或者甚至我只是需要趕快調些東西的時候 就能夠使用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也很方便 那當然 我雖然說電池越大越好 可是其實你要帶上飛機啊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有去查過 它那個類似像飛安的那種 規則裡面裡面有講到 其實離電池它最大能夠帶上飛機的容量 就是100瓦斯啦 那像我三年前買的那一台Aero 15 它就是94瓦斯 那到後來的Aorus還有到這一台 新的這台Aero 它的電池瓦斯就是99瓦斯 它就真的到極限了 就差一點你就不能帶上飛機了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蠻好的 我就可以到緊繃啊 那這樣的話我能夠用的時間越長 當然是越好的 那當然啦就是 如果你不是像我一樣是那種重度使用者 就是全時全效能開的話 你打打文書然後上網看YouTube 應該七八個小時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真的像全效能打開在跑的時候 它當然會依據你的使用效能 那時間就會變得比較少 綜合來看啊 我覺得這一台Aero 它其實啊 算是有達到我所要求的很多的一些條件 所以算是蠻理想的一台筆電的 你看第一個效能很強 又要輕薄 又要散熱很好 然後又要螢幕顏色準確 然後它又要完整的舒適鍵盤 然後又要續航力很強 那同時還要有很多這些豐富的連接 我覺得就我來看 我是覺得它已經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台 符合我的筆電了 那我也相信它應該是蠻適合創作者 它是隨身攜帶的一個好夥伴 OK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了 往後如果我有更多像器材之類 相關的有趣的東西的話 我也會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